那这门课 那我的名字吴清辉 你Google 你Google我的名字或者你Google吴老师 应该都会在第1个或第2个连结出现 你Google吴老师 第1个呢 基本上就是会出现在 就是第1个是我的YouTube频道 好那我 其实我也不吝啬分享一些影片啦 因为我觉得 其实把大家教会 对 对 我想对整个环境是有帮助的 至少说年轻人看一些 因为现在年轻人很喜欢看YouTube 总不能总是看一些搞笑的 或者吃喝玩乐 我看 我女儿每天都在看一些什么开箱的 然后我说你要看吴老师教学部落格啊 他说看那要干嘛 当然比较不能 不过至少就是你看了之后 总会有一天想要学习吧 要有学习的话 上面总会有一些东西让你学习 不是只是搞笑的 玩乐的 不过呢 但第1个 我再简介一下我自己啦 那如果你要Google 我的东西其实蛮好找的 那我在YouTube上面 放了非常多的影片 历来我从2006年YouTube 开始 我就已经有传影片上去 一直到现在 那再来的话 就是说我教的课程 其实 会 比较偏难一点点 今天这个课程算是对我来说是 最基本的 我大部分其实都在教 城市类的比较多一些 但是也不影响 我尽量就是说 放慢我的步调吧 不过我可能会看实际上的状况 如果大家都已经跟上 那我就往后 再继续讲 不过这个 太难或者是太简单 可能会取个中间值 那如果你觉得 可能比较难的话 没关系 你再仔细的 再看过影片 或怎么样 也是一个方式 因为不然的话呢 一个课程今天要7个小时 要把很多东西讲完 其实也不太容易 好 那 首先的话我简介一下 当然我刚刚有提过 就有关那个 YouTube部分的话呢 我这边订阅人数大概是 两万三千人左右 不是很多 但因为主要我不是搞笑 也不开箱 也没有什么 就是 教学东西 那主要用意我很简单 就是说把同学 只要你来 第一个你来上我的课 我一定要帮你教会 这是我的职责 那第二个就是说如果你想学 你也可以在网络上轻易的学习 尤其是 年轻人 我觉得年轻人 现在 真的资源匮乏的年代 像我们的年代 我觉得资源还蛮丰沛的 念书的时候 他都还有奖学金 现在好像念个硕士 那个 奖学金都没有 还要自费 所以其实也是蛮辛苦的 那我自己本身呢 城市设计 已经大概 三十几年了 所以在业界已经打滚了很久 另外也有创业的经验 所以相当了解 这个 创业的 辛苦 然后 所以呢 大部分都是实作经验 那也就是我们这门课程 我尽量还是带一些实作的 而不是一些理论部分 理论是你做了会了之后 其实理论你就自然就懂了 不然你跟你讲一些理论 就真的还是太抽象了 做过你就会了 会了人家跟你讲为什么 其实你就很容易理解 那其他的话呢 目前在 一些学校 做一些 授课 另外的话在 一些推广中心 等等的业界 那其他的部分的话 值得一提的就是 曾经拿一些奖项 像资产工业基金会办一个卓业贡献教师的奖项给我 给去 去年 去年 然后文化推广部 颁了一个叫趋势先锋的奖项给我 OK 这个只是 那另外的话我自己本身 也证照也是一堆啦 最近也考了一张Python的证照 OK所以最近那个有关Python不知道啦 就是 有关那个AI 这个部分用的最多其实就是这个语言 Python OK 那其他的话当然在办公室里面 现在慢慢就走向自动化智慧化 很多事情的话你就不要重复做 不然的话你每天就做那件事情 人家可能一个案件就搞定你所有的事情 那你的工作可能就会被取代掉 这个你要有危机意识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 可能你工作会慢慢消失 其实不是消失是 慢慢被电脑给取代掉了 那也就是说有些功能已经存在了 你要会用 OK如果你不会用的话 那你就变成 真的就土法炼钢 那资料量少的时候还可以啦 勉强 但是如果资料量一多的话 像现在大数据的时代 几万笔啊 还算少的 几十几百 几千万 那怎么办你可能用人工来做 几乎不可能啦 所以 这些都可能要仰赖那个 工具 或者你可能要 会写一点程式 这个已经是实事所需了 而且啊 现在教育部也把程式设计列为 中等教育 的那个必修课程 那现在很多大学 也已经把程式设计列为必修课程 不分科系喔 连那个人文学院那些 其实都要学程式设计 像原始大学去年已经开始了 而且必修还四个学分 你不过还荡掉你 不分科系喔 OK不是说只有那个念资工的人才 才需要学程式 以后的话你可能慢慢发现 你的那些身边的小朋友都会程式设计 那你不会怎么办 你就稍微就会有一个落差了 所以这点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我的频道观看制度也蛮多啦 然后 OK 接下来的话呢讲一下参考 参考书的话当然也是必要啦 因为我们这门课七个小时要全部讲完 但 不容易喔 也应该不可能啦 所以呢我只要抓药林 一般人其实会有问题的 大部分都是看得懂书 但是做不出来 因为书里面的他 基本上第1个文字叙述 第2个的话他没有连续动作 所以你可能看第1页看 再做第2页你可能就卡住了 他可能有些画面奇怪 你怎么那边 那你就不知道怎么做是吧 所以我们主要是希望 反正就把那个连贯动作教你怎么做啦 你会了之后你再去看书 你就把书当 参考书嘛 或者是当那种就是 查阅的书籍就OK了 但理论我也觉得像这种电脑书 你把当工具书就好 因为你要真的拿他来阅读 真的是写得非常的不好 因为他没有第1个他没有连贯 很多是没有连贯性的 第2个呢 那个作者的文笔差差到一个不行 文词用词 那个表达各方面 我觉得都非常有问题 他也不会用一些很生动 活泼 举例 或者说故事 都没有 你看电脑书 你当然买来 没多久 你可能就把他 诉诸高格 因为那 写电脑书的人 好像都比较没有文材 而且没有想象力 并且不会说故事 这个是一个还蛮大的问题 我不知道为什么 好像 念那个理工方面科技的人 最后都会变 会变这样 毫无声趣可言 跟他聊天完全 搭不上枪 不知道要讲什么 他的生活里面没有一些 好像除了工作以外的东西 不当然 每个人 所以你这边介绍一本书 就是有关那个 枢纽分析表 那这本书其实写的已经算是非常好 图文并茂 但是如果说你要藉由自学来看 可能会还是很 不容易 所以我们今天呢 会举一些实际的案例 让大家呢 按部就班的真的把枢纽分析表彻底学会 那我会大概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就是先把资料整理好 资料整理成什么呢 枢纽分析表 他可以读取的 这样的一个资料形态 这样的资料的格式 那我称他叫资料正规化 OK所以第1个阶段 那这个资料正规化呢 也不是图法链钢 你还是要懂的什么呢 这个可能会有个前提 就是说 你可能还是需要会一点 ECL里面的基本函数部分 所以如果你对于ECL里面的函数不熟 你要做资料正规化 也会有问题 所以 没办法 你在ECL里面的话 你就要知道ECL哪些是比较重要的 ECL函数 那在我们这个 后面还有个进阶班 进阶班甚至会讲到一些有关程式的部分 就是自动化 全部都一键按下去 自动 那个报表自动帮你产生 按一下图自动帮你产生 看你要什么图就自动产生什么图 那个部分当然就是要 不过是进阶啦 我们现在是基 基础 OK 当然你 变成说你这个课如果学好 你觉得很有心得的话 也许你再去延伸 去上那个课 不过我觉得学习还是要有一个热情跟 兴趣啦 所以你要想到 第一个就是如果你学会这些东西 你可以上班更悠闲 对因为你效率提高了 你时间变多 那感觉会 CP值会还蛮高的 所以很多 同学很多上网我的课都说 老师你的CP值非常高 我觉得投资你这个课程 对于上班来说是非常有帮助 因为时间省掉很多啦 好那再来的话就是 我刚提过有关的函数可能也要需要汇 那我推荐这一本 这本也是实作 他总共有468招 就468个范例 也就是如果你要把 Excel的函数全部学好的话 那里面有468个范例 所以如果你把它做完应该已经下下叫了 不过一般人 这本也有点偏难 那其他的话再来就VBA程式啦 不过这个可能大家了解一下就好了 那其他的话呢 因为我们讲义的篇幅有限 所以呢有一些资料 无法 完整的呈现的话 请各位可以到那个 我这边有个网址 goo.gl 有个叫Pivot PivotTables PivotTables就是那个 苏纽分析表的英文名称 那前面是gg.gg 那你连上去的话 上面就会有更多的补充资料 如果你需要的话 那底下有个QR Code 如果你可以你需要的话 扫一下就好了 这个其实在你们的那个讲义里面 都有这个 这个页面 那就是自己 如果你需要的话 你就自己再扫一下这个 QR Code OK OK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要进入到我们的主题了 我们的主题里面 第一个是有关那个通讯产品的一些相关简历的统计 不过呢 我们可能会需要做几个步骤 也刚刚提过 第一个就是资料的正规化 也就是说你要提供给苏纽分析表的是他能够 读取 并且能够 判读的 资料 类型 那所以呢你不能随便给他一个 否则的话你可能就不知道该怎么分析他 那第二个的话怎么去建立苏纽分析表 那你准备好资料的话你就可以去做苏纽分析表 那将来的话苏纽分析表里面有没有哪一些比较重要的功能 我们一定要知道如果不知道的话会影响你将来的相关设定 那这边我都会藉由 实际上的范例 逐一的让各位了解 那再来的话呢 底下都是跟苏纽分析表 包含就是说呢 新增怎么跟新增移除 这些栏位 也就是你有很多栏 那你比如说你要做交叉分析 比对 统计分析的话 那你要 怎么新增 怎么去移除 第2个的话呢 怎么去调整苏纽分析表的栏位 另外的话呢 甚至可以去做筛选 所谓的筛选就是说呢 可能你 这个栏位里面 有很多 资料 像 什么 台湾可能有分 北区 中区 南区 东区 那可是你只想要塞出北区跟中区的话 那你就是用筛选 筛选的意思 其实就是留下你要的那个 那一个 你要统计的那部分就可以了 然后再来的话呢 就是怎么去更新 怎么去改变他的一个 灾药方式 甚至是美化 那最后呢 我们会 再绘制成图 就是有那个表格 有苏纽分析表格的之后 那你可以针对这个表格 去把图画出来 那当然 一般人 还是看图会 比较清楚 你看表格有时候还是没办法看到 这个你想 了解的那个数据 看图有时候高高低低马上一目了然 那你再回头看 那个表格的话可能会更加的清楚 OK所以要怎么去做这些东西的话我们组一的 按部就班的来跟各位做说明 所以呢首先第1个 请各位就是开启那个 我们要的这个练习的档案 所以各位应该也有 扣到那个上课用的翻例档案了吧 如果没有的话可能要跟 那个 工作人员再扣一下 不然的话 练习会没有档案 那如果有的话 有没有扣到 那 如果 有扣到的话就开启那个通讯产品统计 后面刮有个原始档 这个档案 那把它点两下打开 打开之后的话呢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通讯产品的那个 那个 一个练习档 那这个练习档里面的话有哪一些要点 那各位可以看到 他其实会分成 三个部分吧 A到一栏的话 实际上就是我们要的那个 主要的那个表格 但是这个表格有三个问题 可能要待解决 第1个问题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用枢纽分析表 假如说你今天 要分析的话 你这个 里面只有产品编号 那没有产品名称的话 你分析会变成说你出来那个表格里面只有编号 然后没有名称 那怎么办 你分析出来你将来给老板看的时候老板说这编号是什么 你总不能说注解 详细 看一下下方有一个对照表吧 编号 这样的话会晕倒 所以你必须要把那个编号把它查完给人家看 对不对 第1个 那可是问题 查表在哪里 那个表其实就是在旁边这边 然后 也就是说可能有三项产品 编号 在左边嘛 然后呢 名称在右边 那我们怎么样可以把它查表出来 第1个问题 所以第1个也许你就是需要什么 在你的C栏的地方先插入一个 空白栏 然后呢并且把这个空白栏的名称 取作叫产品名称 然后呢产品名称你必须要把它查出来 这个地方 这个T01 就是对照到这个名称 要帮我搬过来 这个搬过来的话当然不是叫你吐法链钢 你要想说有没有什么最快的方法 理论上目前最简单最快速的其实就是利用Excel里面的函数 那里面有一个函数 各位应该都有用过吧 叫V-look函数 Excel里面应该V-look函数的重要性应该是数一数二的 如果你V-look函数不会的话 那很麻烦 你很多工作真的没办法进行 你就没办法查表 因为很多工作里面 你从资料库或者是从ERP或者是从一些其他系统带过来之后 他都会只给你编号 所以你怎么办你一定要自己把那个名称查出来 所以第1个可以试试看 第2个的话就是说呢 区域编号一样会有个区域 所以你在一栏的地方按右键 一样在插入一栏 插入一栏 那插入一栏这边的话呢 我一样把这个区域的名称 Ctrl-C一下 也许把它放到这边来 Ctrl-V一下 然后呢 这边叫区域 可是问题你要把这边查过来 那查过来的话呢 会有衍生到第3个问题 你的区域编号 他是所谓的跨栏字中 OK 那特别注意 我强烈不建议 未来你在Excel里面 用跨栏字中 这样的一个格式 为什么因为如果你跨栏字中的话 他其实只会 让你将来 等于是说他三个储存格 会变一个储存格 那所以你将来要查的话很麻烦 那个公式 你那个要用V2函数 来处理的话 就会是一个大问题 为什么因为 函数里面没有那个 1对3 或1对2 或1对多这种关系 那变成说如果你用跨栏字中 你要再用V2函数查询的话 一定会失败 第一个会成功 但是后面就会失败 比如说我们 假设啦 用V2函数 所以这部分的话呢 要怎么解决 那请各位 先 把我刚刚讲的问题 先解决 所以第一个 先那个插入 产品名称 查询 第二个插入区域的名称 然后查 不过查可能要先把 这一个编号部分 的跨栏之中 全部先取消 取消完之后把它变回正常状态 否则的话 你要查就会出问题 第二个的话你将来放在 枢纽分析表分析 也会出问题 所以尽量 就是说 如果将来你要用枢纽分析表的话 那切记 尽量就不要用这所谓的什么 跨栏之中这种东西 那第二个就是说未来你要给 未给那个 枢纽分析表的这样的一个 资料的话 尽量也尽量长这样子 就是说你要的 分析的栏 你要自动把它先产生 产生完之后 你在枢纽分析表 才会找得到那一栏 你才有办法去做后续分析 如果没有 那很抱歉 你后续的东西就做不出来了 好所以请各位先也许 先试着做做看三个问题 就是产品名称怎么查出来 区域怎么查出来 那待会的话 如果做不出来没有关系 我待会会解释一下 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我们第一个要先完成 所谓的资料正规划 那提示一下就是用那个 VILO函数 当然如果你不用VILO函数 其他 只要是查询函数 也都办不到 所以这部分的话先试试看 那待会我再做 那个 细部的解说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